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能源结构的发电 它的能源结构发电的部分跟台湾很像 火力发电的部分 煤炭加天然气占了71.85% 台湾也是占了75%左右 水力发电它占了14.13% 台湾占了更少 台湾大概只有5%或6%左右 风力部分它占了6.77% 核能发电是5.01% 太阳能发电是2.23% 这是中国整体的发电结构 这个发电结构很大的目的 就是要稳住整个电的电价 中国的燃煤发电一度电 它是人民币0.25%到0.45% 路上的风电是0.34%到0.52%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所有的发电里头 目的就是便宜便宜便宜 所以虽然它有升值能源 太阳能 风能 地也很广 没有像台湾在发展太阳能里头 遇到了地缘不够广阔的问题 但是它仍然为了电价的原因 还有整个再生能源的 整个各方面的技术还不够先进 无法稳定发电这几个因素 所以它还是高度的依赖燃煤发电 因为又便宜 供电又稳定 在经济至上 电价至上 习近平需要交出好的 经济成绩的情况里头 继续地燃煤 那么这个是中国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 2010年到2020年 在2015年的时候是巴黎气候协定 当时的碳排放中国是98.48% 然后我们是以亿顿来算 现在已经变成106.68% 也就是说即使还签了巴黎的气候协定 这个国家本身 中国的整个碳排放 还是不断地在增加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本期的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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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